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摄影黄峰 由于索尼一卡口镜头的开放政策 这几年国产镜头在一卡口镜头当中 可以说是一直在持续发力 从最初的手动大光圈镜头 最大光圈基本上是一个摆设 然后到现在可以自动对焦 甚至最大光圈完全可用 可以说是进步飞快 很欣慰能看到国产镜头 这一漏来的一个高速发展 而今天的视频的主角的话 就是我手中的这颗国产的围着式 一卡口的75毫米F1.2 Pro 自动对焦镜头 不过它是APS-C化的一个镜头 经过这段时间的一个使用体验 我觉得它可以说是目前国产镜头 能自动对焦镜头里面画质天花板了 同时它光圈全开的时候 它的画质一样能打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售价 这是它的售价3K多的售价 能做到这个素质和这个虚化 可以说是能与索尼的 原厂JM镜头的画质来媲美了 由于我目前手上没有半画幅的机身 我目前的话只有全画幅的索尼A725 这个机身 所以的话我这次就用索尼A725 这个机身来演示镜头的一个画质 然后用在索尼A725上面的话 开启财前模式的话 它也有2600万像素 这个像素的话完全是足够用的 这颗镜头它虽说是C化幅的镜头 但是它的相场是比C化幅的相场要大一点的 它跟索尼C化幅的15毫米1.4 这个镜头的一个对比 这个镜头的相场明显是要大于 15毫米1.4G的镜头的相场的 作为一颗F1.2超大光圈的国产自动对焦镜头 大家当然最关心的就是它光圈F1.2 全开的时候 这个镜头的它的画质 它的锐度 以及它的色彩表现如何 维州市这次在它的光学结构设计上 可以说是采用了堆尿设计 采用了11组16片的一个光学结构 拿在手上的话 这个分量就能感觉到这里面的结构不简单 在我这段时间使用下来呢 我觉得它最大光圈 无论是锐度还是色散控制 比起我以前测试过的国产最大光圈手动对焦镜头 我在这里就不提品牌了 像F0.95大光圈镜头 基本上就是一个噱头卖点了 光圈基本上要收缩到F1.8以下的话 它的中心画质才勉强够用 这个镜头锐度方面呢 我用在索尼A725上面 我个人觉得它的表现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F1.2光圈的话 它中心画质依然能获得一个相当可用的一个画质 可用的一个锐度 中心的解析力的话 依然还是非常能打的 F1.2的边缘的话 就有点可圈可点了 中心画质当你光圈收缩到F1.8 及以上的话会提高一点 当光圈收缩到F2.8的话 即以上的话 它的锐度就相当能打了 边缘画质的话 收缩到F2.8会比F1.2好不少 能完全可用 当然这个镜头光圈在F1.2全开的时候呢 它的画面的暗角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是它一定的小点遗憾 当光圈收缩到F2.8的话 它的暗角就相对正常了 目前的话 Lightroom的话还没有这个镜头的配置文件可以去矫正 希望Lightroom早日能推出它的一个配置文件 不然它最大光圈的话自带暗角氛围的 同时这个镜头的色散控制呢 确实让我感到有点小疑 其实我就是逆光怼着树叶这种极端的条件下拍摄 它的色散控制还是非常好的 我也拍了视频这种对色散要求很高的很苛刻的这种金属高光的边缘 也能很难看到色散的情况 这可能归功于它这次内置的三颗1D色散的一个镜片吧 确实堆尿的有点东西啊 即使它这次是有着1.2如此大的一个光圈嘛 它的抗炫光表现控制的还算不错 即使怼着太阳拍摄的话 它也能够保持一定的对比度 但是还是会存在一点点鬼影的一个现象 经常玩摄影的小伙伴们经常会听到道瑞奶化这个词吗 当然作为一个超大光圈的一个定焦镜头啊 除了焦点的一个清晰以外啊 焦点的一个道瑞以外 背景的一个虚化效果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点嘛 它这次有着11组的一个光圈叶片嘛 可以看到在F1.2光圈全开的情况下 镜头的散景还是比较柔顺的 光斑呈现的效果 在光圈全开的时候呢 只能说中规中矩了 想要更圆润的光斑的话 就需要输缩光圈 基本上输缩到F2.8的话 它的背景光斑就比较圆润了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 就是在距离拉开以后 背景还是会存在一点点玄焦的一个问题 这点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 要注意这个情况的存在 维州市75毫米F1.2 Pro这个镜头呢 对焦方面就是采用的是STM布进马达 在日常的扫接过程中 我体验下来我感觉它是非常不错的 对焦响应也是非常不快 同时也没有明显的一个声音 人眼对焦的话也能很好的一个支持 同时也能支持索尼A725上面的AI对焦的一个功能 拍摄视频对焦 即跟焦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 但是目前就是在高速连拍自动跟焦方面 还是会存在一点点丢焦的一个情况 可能是跟我目前使用到的样头有一点预定的关系吧 希望能尽快更新它的一个对焦固件 能解决这个高速连拍跟焦丢焦的这个情况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啊 它这次的最新对焦距离0.88米 确实稍微圆了一点 所以说你想拍摄一些特写的镜头啊 可能就稍微有点那么可惜了 同时这个镜头的呼吸效应控制呢 只能说中规中矩 当你把焦点从最近到最远过渡的话 不能算很好 不过这种规格的大光线定焦镜头啊 它更多的应用场景还是用在拍照上面了 拍摄视频的话相对可能没那么多 好我们最后说回这个镜头的一个外观部分啊 整体来说这个镜头的话 它摸上去还是非常扎实的 镜头采用的是这种全金属的一个材质 镜头也支持防尘防雨滴的一个设计 在卡口处的话 它有橙色的一个密封胶圈 镜头上面的话 也有这种对焦保持的一个按钮 也可以自定义设置 同时的话还有无机光圈的一个调节环 也可以设置成有机光圈 同时它的侧面的话 有一个维拙式Pro产品的一个灰镖特色啊 有点像就是索尼基大师这个镜头的G镖 有点那个意思啊 就是突出它的一个专业性吧 然后镜头的口径的话是77毫米 这个比较通用的一个滤镜口径啊 这次的重量的话有675颗这个重量 这个重量我觉得作为一个C画幅镜头来说 重量来说稍微重了一点 然后然后大小也稍微大了一点 用在就是索尼A725上面啊 这个机身全画幅机上面还是比较协调的 但是你如果用在C画幅上面的话 稍微不是那么协调了 OK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一个使用体验呢 总体来说这颗维拙式的75毫米 F1.2 Pro就是在国产定焦大光圈 能够自动对焦镜头里面 还算是比较顶级的一个存在了 甚至在索尼众多一卡口镜头当中 也表现非常出众了 很少能看到能为APS-C画幅 设计这样规格的一个镜头 感觉围拙式的话 这次确实是真真确切的在用心的做一款产品 而不是在玩一些像0.9火这种超大光圈的这种文字噱头 同时也能感受到目前国产镜头 国产光学的不断进步 希望维拙式的话能早日推出这样规格的更多产品 同时也更期望维拙式能推出全画幅的超大光圈的镜头 希望能早日打破日系这种大光圈镜头的一个垄断 来造福广大摄影爱好者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种镜头评测的一个视频 喜欢的朋友请记得关注 并不忘了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